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我聽說人人做環保 青山綠水永藏保 讓我們的未來更美好 說到環保其實除了大乾坤地球的環保之外 體內的環保也很重要 怎麼做呢 素食最棒 今天要介紹一對夫妻用心推廣素食 我們的素食達人 來自新北市汐止的林景娟師姐 歡迎光臨 全球大愛的觀眾大家好 還有大家的師兄 黃長生師兄 大家好 感恩 阿末共心 各地做主桌 還有他們的小兒子黃漢賢 大家好 我是黃漢賢 兩位親友團 林雪師姐 天學的觀眾大家好 郭建宗師兄 天學的觀眾大家好 感恩 感恩 其實做早餐的生意做了很久了 一開始從這個早餐車開始做 做到後來自己有店面 但是都是沒出的 後來為什麼想由婚轉述 即使生意只有過去的三分之一 他們也無怨無悔 甘吃入飲 請看影片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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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夠嗎 來 人家都還沒有賣漢堡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買了 那一個漢堡 那時候在工業區一個20塊 超每天到100個 那三瓶子超好幾百個 每天都一車滿滿出去 然後飲料是好幾桶 以前是這樣子賣 夫妻經營早餐生意已經快30年了 兩個人手藝好 黃成生過去學過烘焙 林景娟從小就看著媽媽開小吃店 兩人靠著好功夫養活全家 雖然生意好 但是1999年時 林景娟的一個決定 讓當時的生意 一下掉了三分之二 剛開始說生意不好 順便賣滷味 看能不能招客人進來 那就是有幫助 有 就是家裡有人生病了 然後就學活 就想說吃素是最好 不殺生而能放生 然後就會想說要做素食 我們來做地方的大愛電子 給大家看 對 想說自己也可以看 然後鼓勵大家看大愛台 剛開始不習慣 也要不習慣 吃分的比較好吃 吃一吃 滿習慣的還可以 對身體比較好 有嗎有改變嗎 有喔 因為我到我們職業檢查 三三桿子油比較高 吃素太有差了 當年為了幫長輩祈福 接觸佛法而轉吃素 一路來為了推廣 一路來為了推廣 景娟堅持薄利多消 遊婚轉速 孝心是他們的出發心 一路走來都沒改變 你多久來媽媽這邊一次 天天來喔 早上會 早上會 早上會來 媽媽 所以我幫他用以後 他比較安全 其實要接他去我家 因為我都住在三樓 上去不方便 三樓有時候隔壁鄰居 要找他聊天不方便 所以我這裡是用租的 上來說行銷行善要不能等 因為他不要硬的東西就好了 因為他牙齒是假牙活動的 太硬了都沒辦法吃 老人家好像都會亂想 好像小孩子一樣要亂想 所以有時候要騙騙他 他就比較高興 光是店裡黃長生就有得忙的 但他一天到媽媽家抱到好幾次 而且堅持自己打理母親晚餐 還親自陪吃飯聊天 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 那下去對啊 沒有 沒有 那天他要… 那天他要辣 阿嬤 那天他要打的事 什麼都可以做 如果看他那麼快 我就說了 那天他要煮 那天他要打的事 那天有很多 那天他要煮料 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要吃東西 百善孝惟仙 父親倆的孝順始終沒變 從過去到現在 孝順一直是他們心中堅定的信仰 百善孝惟仙 友好感動天 這對孝順真的就是用生教研教來教導孩子 今天我讓你們兩個說話 之前聽到你們學生說話 他們家有三個小孩 今天在現場的漢賢是第三個 小兒子 目前在臺北慈濟醫院外科家戶病房 擔任護理師 是 聽說你的選這個 其實就是從小看爸爸媽媽 那幽號是大 有種下一些善的因緣 種子在你的心裡 是 說一下 你爸爸媽媽怎麼做給你看 爸爸媽媽的生教跟研教 其實對我們家裡面三個小孩 其實都是影響很深遠的 那從小從從小看媽媽開始 就是由婚轉數 媽媽開始吃素食 那一直到後來家裡的早餐店 從婚食變成做素食的早餐店 那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他們 為了阿公阿嬤的身體 他們就常常去付出 去念佛 然後又吃俗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那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而且潛移默化的影響 的我們三個姐弟這樣子 那也深深影響著我 到後來我選擇就讀護理系 然後從事護理工作 我會覺得說 因為阿公阿嬤當時生病 所以才去報考護理學系 然後一直到現在做護理工作 我會覺得說做護理這個工作 我不僅可以照顧我自己的家人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 我可以派上用場 太棒 那到現在在護理工作的時候 看到有需要幫助的人 我也可以付出更多 所以其實真的非常感恩 跟爸爸跟媽媽的教育跟養育之類 很好 你看 給你 護理 給你 其實就是母書付出給你 對不對 當時也是一念孝心 希望說是大人的身體力不好 是不是用這種方式 為他們指服 為他們祝福 對吧 但是這個念頭起了之後 如果要去落實 你說這麼簡單 當然也簡單 不要罵肉就好了 肉不要用掉 肉 東西不要參與就好了 但是生理就變賣 差三分之 你存三分之 開玩笑 我是想說生活能夠過就好了 對啊 生老病死 我們要從陰裡面去斷 菩薩為陰 眾生為國 對啊 你就要煮彎頭 就要先斷了 對啊 不要照惡葉 不要照那個殺生的葉 從陰裡面做素食 給別人健康 給自己健康 種下三陰 有那個陰 有陰必有果 我相信陰果 正前陰 正前後 人人都學了 就孝領剛才說了 我現在三三甘油脂都不見了 其實說實在 做生理 特別是洛閉當宿地 辛苦 三車開出去 一早就出門了 買到便宿 買到洗手 很多桌子都不方便嘛 所以回來他自己開之後 大家在台上也可以看 過完來也可以跟人交流一下 是吧 特別是你說 大家 如果你看看影片 會不會誤認說 師姐是在開精品店 或是開精子店 他也真的這樣 好 我們不要說雍龍發貴 但是跟一般我們覺得做老闆 你會覺得不一樣 尤其是做這個 我們說有油的 要煎 要做什麼的 你為什麼要打扮成這樣子 我想說吃素也不一定要說 一定要那麼簡單 我們吃素也可以活得很漂亮 還是很莊嚴 對啊 也是要打扮自己 對 吃素也可以吃得很漂亮 不要覺得說吃素都吃黃酸 吃素就這樣 人家要鼓勵人家吃素食 我們就想吃得比較漂亮 人家不想要來吃素食 OK 好 說得好 其實這一對夫妻 這因為慈濟之後 人生變得更亮麗 生活變得更有意義 以前說吃素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為了要為長輩 祈福祈福 他可以由婚轉述 那進來了慈濟之後 兩個人更發揮自己的所能 特別是師姐 很多事情不會學到會 以前 我跟你說電腦 on off 沒效 這次是電子書的 窗口了 書院也一樣 待會獻保給大家看 先看影片 早上賣早餐 下午賣點心 黃長生多半負責料理 但是今天又對了一項工作 煮面線 不過這不一樣 可是要跟大家結緣的 聯誼會比較多 還有我們那個黃球貨櫃 去那個戰邦 要去維新社那個戰邦 也有煮 我再認為說有婦就有所得 跟人家結緣 得到什麼 得到歡喜 師兄 你傳什麼好料 好多喔 六七樣 都很好吃的 還有麵線根 來 客人來 我跟你講 我們要先媽媽 我們要放幾天的話 對… 外國的書院 回來也會吃得到 所以是中外出名 來 看 我們來 蘇蘇應該來 超好料的回憶 對 我們都蘇會 他就會準備 我們都自己親手做的 每一道都是招牌 你喜歡說 每一道都吃一點好了 這個蒟蒻吧 這個也好吃 你要吃得到嗎 對… 這個麵線是 上次有什麼 下次有出名的 這個書面生根 其實我們在出坡 不管是我們的拔草 或是環球貨櫃出坡 他們也都會主動的 煮個兩桶 讓點心 貼心的夫妻倆 只要有活動 就會煮點心分享 今天晚上 為了讓志工 能無後顧之憂 在下班後 準時參加電子書讀書會 兩人自掏腰包準備晚餐 而林景娟不只準備晚餐 還承擔電子書讀書會的窗口 安排師姿 邀約志工 很難相信她剛開始 可是連電腦開機都不會 更遑論大致了 我就是這樣子點點點 啵啵啵啵啵這樣子 一直成功 37道瓶的試念處 然後第23頁 我們今天要讀的部分 是關心影場 請問翻到了嗎 放到這邊 試念處 然後再過去 然後再過去 試念處 這是一嘛 二 關心無常觀訪 一本電子書真的是 行動藏經閣 上人對弟子的那種疼喜疼愛 都在裡面 那我就來試試看 來推動 因為一句話是影響人家這麼多 我們不能怪人家說 要怎麼樣 我們要先講 我們每天都要講好的正確的話 這一段時間非常不容易 你看他這樣 為了要顧大家 為了要讓大家的時間 以前來 你看他準備晚餐 總共 對電子書其實說 我這個年紀 我是沒什麼餓 為了他們的用心 感動 所以我這年紀 我也來購這個電子書 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心思常常在變 其實上人說 一個人也就多 兩個人也就多 讀書未來的人或許沒有那麼多 但是不管多少人 我們還是一樣 開經濟 還是這樣導讀 整個流程也都不會打折扣 一本電子書 裡面可容納三千多本書籍內容 讓志工隨時帶著走 不再背著厚重紙本 林景娟可是卯足進推廣 顧大家的胃也顧大家的心 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走 讓志工深深佩服 真的很佩服他 這樣子持續的 這樣子從電子書開殼 一直到現在 這個力量 我也不曉得他從哪裡來 真的給我們的景娟師姐讚嘆一下 不然是在自己的店面推廣素食 推廣電子書也是另類的素食環保嘛 對吧 因為我們過去 我們委員 功德本都寫在歐子 一年就要換一本 要掃手 所以說你很認真來推廣電子書 問題來 漢賢 你媽媽以前電腦會撞不住了 他以前是一竅不通 一竅不通 這次做窗口 做在外面同學 你覺得也不可思議 非常佩服 我非常佩服他 是你教的好還是他用心學 當然是媽媽自己要用心 對 我不敢說我教什麼 因為我自己電腦是很普通 但是媽媽 他對很多事情 如果說他覺得是對的事情 然後他想要做 想要 就像他常常教我們說 他覺得我們要做一個 對國家 對社會要有貢獻 然後所以他覺得 他覺得是做對的事情 就像時工商人說的 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所以就非常用心 你從一開始這樣 變成後來可以 出來做講師 你也感到不可思議吧 講師倒沒有啦 只是說基本的大家會互相學習 你們沒努力喔 努力 不簡單耶 都付出啦 他有那個心來付出 來那個推廣 這樣電子室就慢慢可以成長起來 對 我請我們的和氣副隊長 郭師兄 郭建宗師兄來講一下 真的不簡單 你剛才說 都沒有漏膏了 人多人少不重要 重要是他的營業心 對 他本地黏 電腦就沒了 聽說一開始在使用的時候 還曾經發生過烏龍的事 上傳無字天書 是是 所以什麼事情 是是是 其實緊接事件 他真的非常用心 但是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成功一定要努力 但是我想回想三年半之前 三年半前 對 那個時候他很有心 因為我們的組長 邀請他承擔盡盡幹事 他說那組隊 能不能我們大家一來讀書會 當然好 我們要做對的事情 對 大家一路走過來 一直到去年的十月 我們戲子有一個團隊 到東區去學習電子書 然後圓滿之後 他又跟我跟組隊說 我能不能邀請總子 讓我們戲子教大家 就是這個姻緣 那我想對的是 組隊絕對是雙手 然後全心讚嘆 你看他一路到現在 從不會電腦 從一直神功 到現在可以帶領著一個團隊 比較不簡單 對 真的都不打折扣 不打折扣 對 對 對 那師兄每天都是 哇 他們整年一年做生意 好幾天 好幾年 過年而已 但是如果有勤務 來喔 我們的和氣組長 林雪師姐 我們讚嘆一下 感恩師匯師姐 特別是他說 他有這個病急的廚師證照 相機這方面 你跟我們記者說一下好不好 我們去三峽組合屋 三峽蓋那個組合屋 我們承擔相機的時候 他會到煮炸菜 到洗那個廚房 這樣喔 對 雙眼很用心 他如果我們說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他都會給錢 這樣喔 你不會覺得說這樣 我特點就顧不得了 還叫我出去做外面 那我就認為說我們實際有用的畫 我就把我的相機來付出 不要用我的功靈 DVD的功靈 真的不會跑掉 我就是我的 如果我們不平 出我們不復 而且要捨得不施結好緣 這就要請我們郭建宗師 用來見證一下 這個復興風難 那台廢棋在去嫁人河的時候 聽說他那天晚上衰就載東西了 這比較實在 載什麼 我想那天 中途我就第一次到現場 了解整個狀況之後 透過LINE傳給所有的法親 你去拍現場的照片嗎 對對對 因為他們要知道整個狀況 然後看需要什麼 當然我們的常鎮師兄 他也收到這個LINE的訊息 是 當天晚上 他特別的煮了兩桶面線 功能變現 功能變現 來來來 今天也沒浪費 大家的台同仁都吃到 就是這湯 兩湯 兩湯 我們送到這個空難現場 讓救難人員可以 因為那個港也很冷 其實這個寒冬送暖 很感恩 對 你送麵線 麵線去嗎 對啊 那港這麼冷 對啊 就是這麼冷 特寒冬 就是我有去 我知道去有去 我都很冷 大家都沒人吃 對 酒的那個什麼湯 大家都很需求 我就說 後來我們趕快煮兩湯麵線 煮比較多 換那湯煮多少 晚上送去 晚上都沒人吃 很捨得 第一天的時候都沒有東西吃 今天 林華主委 他們的寶貝 女兒不來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哎唷 寫了一張牌 特別是說要寫阿母 我來幫大家聽 作為女兒的我很開心 你能有機會接受大愛人物制的專訪 上節目分享你自己參與慈濟的 這段歷程 也明白您做慈濟 做得很開心 很榮譽 我們三個小孩 也會媽咪和老爸的善心善念 感到驕傲跟仰慕喔 期許我自己也可以跟父母一樣 手心向下幫助別人秉持善心善念 敢跟爸爸媽媽對我的教育 花費這麼多的心思 在我的教育上 並且在很多的人生的交叉路口 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不至於選擇錯誤 而且能夠支持我做的選擇 尊重我們的決定 這個漢險可以見證一下 對不對 是 他也尊重你啊 你可以去試試看 花蓮慈濟大學護理系 而且你是公費第一名的畢業生 是不是 是 你這次在病院說實在喔 醫院的工作環境也蠻複雜的 是 壓力也蠻大的 是 等到你休假回家 聽說爸爸媽媽也是你的心靈的導師 會開導你喔 醫院工作的時候 其實常會遇到一些困難跟困境 那甚至我們 我自己是男護理師 那其實大家在我們臺灣社會上 其實看到男護理師會覺得好稀奇喔 對啊 你這樣真的嗎 你是醫生的喔 對啊 你這樣不行 那有時候休假回到家 有時候跟爸爸媽媽在聊 因為他們也會很擔心 我們在工作上會不會有遇到一些困難 那媽媽常或是爸爸常會跟我們講說 就像是佛教經典講說地藏王到了地獄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的一個觀念 那自己也會在想說對 的確醫院的環境就像是地獄一樣 病人 病人很苦 很辛苦 那如果說我能夠轉一個信念 轉個想法其實關關難過 關關過 那自己就可以慢慢的慢慢去調適到說 我該怎麼樣去做 讓病人或是病人家屬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照顧這樣 對啊 你看上人都提醒我們 他都讚嘆大醫 醫生是大醫王 你們就如同百醫大師 對不對 所以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就像你的父母一樣 推廣術食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放下屠刀 然後不要再製造不好的原因 對不對 讓我們一起來 推述食 做環保 好嗎 感謝大家今天的福祉 希望你洗甘材 公地材 每天來 身體健康 笑笑 感謝大家 謝謝 安安